掌者收股息 真的收股息 不是浪費錢 顯示給大家聽 如果你長期收息股來買 到年老的時候 就會像這樣 希望都應該可以 最重要是不要揮霍 你知道對前景有一個規劃 逐份講 中人國際這份 14000是深高速 7900是四川成余 1400是成業 有間公司叫成業 成業在我的頻道 至少講過兩次 這股股 我在創業版時代已經買到 現在沒有色派變成有色派 我覺得這股股會慢慢 做大一點 會有相當不錯的前景 我看暫時在現在這個階段 另外 中人香港收了49,000 這份 這個倉是收了 72,000 恆生 收了三隻 中人香港收了11,000 灣區發展收了14,000 灣區發展 我都覺得換了深高速 真的 深高速收了14,000 我都有相當數量的深高速 中人香港收了 中人香港 1.03,000 很少錢 加倉貨 中人香港 9,000 也不及一萬 另外有個883 派了息 一萬股收了6,700 即是 即是 7月份 即是 第一 第二個星期都不派 去到14號就去到 這樣派 那 政府又說 買債券 買這個 銀式債券 補底 5厘 不是說即時有5厘 假如 通脹去到某個階段 可能通脹去到6 就會給你5厘 不過 無論如何 你會收 這個朋友 在留言 他自己有自己的看法 我從來都不投射去別人 你應該怎樣 我不是 各有各做 如果是收息股 或者債息好 是好的時候 全世界都去到 這錯 不好 自己都不好 先說 機構投資者 機構投資者 不是說 我開過會 這個好 全部都放進去 不可以的 你看看 每一樣投資項目 有些叫mandaid 每一樣都有 要是顧客和你訂立的mandaid 要是自己公司政策 風險政策 你最多是overweight 他 不是說 你知道哪些好 就丟進去 沽住一堆 我舉個負面的例子 給你聽 美國國債夠高級了吧 夠有息收了吧 夠五厘了吧 夠多人買了吧 龜谷銀行 就買了大量 基本上 全倉都是那類 到他不夠錢的時候 要沽債券的時候 他就發現了自己虧本 虧到什麼程度 虧到撿了銀行 就是要政府打救他 就是這樣 所以不要啊 不要說知道哪一隻好 就丟掉了 不行的 基本上可以說 不存在的 比如你見到政府 說政府啊 政府 向你借錢啊 就是你給錢 他就給你一張紙 那你就 到時就給你一個本金 沿途又給你相當不錯的利息 就買了 那如果全部都丟進去 那就變成什麼呢 有些六厘七厘 或者八厘的工具在外面 又不動的 長期不動的 二十年都不動的 那你就失去那些機會 所以就是 在你的投資額裡面 政府債券就佔一個比例 我也有少少的 我也有少少的 也有適收的 最多是你拿一百萬去投 他真的批賭給你的 你不要想著他批部分給你 他真的批賭給你的 那幾好 政府做些事情 政府不夠錢用 那便發債 那你又發給老人家六十歲以上 才有資格的 你不夠 你不夠清就沒有資格 我當然是有資格 我是長者收股息 我是長者級 我真的可以去投 但我不會投那麼多 有些4-5厘的工具都很好 公用股還沒發生 這個美國加息這個狂潮 收到4厘利息都很滿意 你看回我的舊片 在未加息之前 另外一套世界 還有些什麼 有一件事叫做 智者千類必有一失 有他的成語 以前的先生就說 你不用那麼緊張 不用想那麼多 就算想到很多 你也有可能失手 叫你躺平 叫你什麼都不要做 其實不是我 就是另一種看法 就是你一定要想多些 想到最周全 以防避 以避免那些一千次 可以發生一次的風險 其實這句 我自己解釋 我的語文很差的 就是我自己 對著一個成語 我自己有另一個解釋 就不要說 把所有的錢 都丟在那裡 就是你要周長地計劃 以防一千次 出現一次的風險 如果你不計劃好 你一千次可能出現相當多的風險次數 就是這樣的意思 好了 我有的估計 有什麼消息 四川成語發營起 四川成語發營起 即是說 新的年度 派了息 收了息 你也看到我之前收了息 四川成語107 收了息 三月二十二號 有一條影片 在標題上說公路股今年投資的心法 就是收了今年的息 看完明年 先收息 看多一年 現在所有的數據慢慢浮出來 就是指向這個路徑 去年不好 也有些息派 明年有營起 我期待 是怎樣也有些息家 至少這些消息 都是好消息 所以有個網友 曾經在留言 買公路股 我也覺得四川成語相當不錯 為什麼我覺得它不錯呢 因為我跟廣東比 廣東是一個很成熟 比較成熟的經濟體 即是有些什麼 它不會隨便去做 那類事情 即是廣東的公路 即是疫情 放鬆 是有些增加 但不會增加到隨便去 像四川 那些別的省份 即是那些省份 即是投資公路股 即是四川 即是安徽 都是不錯的 比廣東省 就是 升幅波幅 都會大些 就是四川成語 發營起 好了 美國那方面 我就這樣說 我上一條片就說 就是 渡過了一個 渡過了一個什麼 跌浪 又過山車走回 萬九點上下 萬九點出頭 又不到二萬點 今個星期開始 就要把之前的東西抹走 因為可能有新的情況 即是 港股 權重股在美國做得不好 阿里騰訊 匯豐都下跌 所以我就覺得 如果下午開始 打完風 我想十一點鐘都要上班 報告給你 回去上班 政府先抽 去印花碎 昨天打風打到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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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你看看馬會 馬會為了投注額 單純為了投注額 就是狂風暴雨 在外面跑 為了什麼 為了稅收 馬會現在的稅收 對香港整體稅收的貢獻率 要逐年逐年低 因為平衡率大了 馬會還是十元可以投注 馬會 投大注一頭一萬元 他給你回籠 又可能影響了一些小注人士 好像我們玩玩玩玩 那個派菜又笑了 很少人說這些 我經常一直看賽馬 我一邊算一下 我說他的稅收怎麼搞 派菜怎麼算 那些大注有回贈 輸了有回贈 那就影響了一些小戶的收益 所以我說 為什麼馬會這麼難中 又派菜不好的呢 我只是玩玩玩 我不是賭徒 只是玩玩玩 所以我就覺得 會跌的 今天會跌 開始會跌 跌的時候 關注什麼呢 跌就是 基本上跌市 我就是買貨多的 升市的時候 我就出貨多的 如果跌 要跌得多才好買 關注什麼呢 有一隻股票叫神華 神華發營景 其實少賺十幾個百分比 是不用發營景的 覺得影響 有明顯影響 你每年的 下一年度的收益 才能得到十幾個百分比 很多都是 有些銀行都是 這些不用發營景 不過他又發營景 發營景的時候 股價都站在24元 24元就是 他派息相當好 記住我這個頻道的心法其中之一 每一個負面 每一個刑警 都是有價錢的 看看他有沒有跌 我猜他不會跌得很多 為什麼呢 預料了 去年打仗 打仗的時候煤價當然是高的 因為你去買油買氣 沒有那麼方便 這些戰略物資 就有支持 有儲備擺到也好 但是打仗都打到滑透了 人民幣都買到油買到氣 那些煤價錢便會便宜 理所當然 但是媒始終是需要的 國家 這些叫做戰略物資 什麼時候都有 收小點便收小點 另外一件事 就是看著這件事 如果他跌到適合你心水 什麼叫適合心水 假如夜二至夜三 如果不是便買唱卡 草股是好的習慣 你看我怎樣收息 六月份和七月份 我基本上和他分享了 一個草股收息的人 他的結局 就會像我那樣 好 還有什麼 會跌呢 那些行運股便會跌 那些行運股 如果大市跌 就跌 為什麼呢 那些大行不懂 不要說他不懂 他看這個行運股 就是看淡的 大行 但是大行不准 大行看幾樣東西不准 就是 我們給回一些 就是出一些頻道 真的 不用說話 就是出一些大行 出一些大行報告給你看 那些八五七那些 是直接一塌糊塗的 那些預測 那些 這些行運股 因為大行看得不好 又發過刑警 這個 譬如舉例 316 316現在 暫時都沒有消息 其實沒有消息 等於好消息 316出了一個 類似刑警 就說 收入少了 收入少了 就是他最大的風險現在是什麼 智者千類 必有一 實 他現在最大的風險 你要懂得計 就是懂得計 第一就是沒有息派 沒有息派就很嚴重 就是他會跌回到95元以下 如果是派少一些息 少幾少呢 少過兩元 少過兩元美金 我覺得 如果他就會 跌回到95至105元那裡 就是上次的 這次發了一個所謂的刑警 就是 117元 跌回到112元 所以這個幅度 就是 炒他這一期的業績 如果派息派得少 他真的會跌回到 起步的階段 就是105元 升上來 所以是 回到95至105元那裡 即上次的 徐政公運位 那裡 如果那些派息不錯 或者持平 或者略略修訂 那他會升十幾二十元 這些股票 他的關係是這樣的 你看看太平洋航運 太平洋航運 在這兩年派息幾好 之前賺少點就不派 賺得多點就快點 但到現在還沒有消息 所以沒有消息等於好消息 就是越來越接近 發成績表 沒有消息等於好消息 有沒有聽過這個成語 沒有消息等於好消息 鬼佬說的這些 不是我說的 炒股也是 沒有消息等於好消息 這些太平洋航運 就升高一格 太平洋航運是跌下來的 這些股票 風險就有限 你不買 最多就是一兩毛錢風險 現在升上兩個四 兩個三毛半有貨 有貨的 走了十天八日之後 去回兩個四毛半 去回這些位置 那麼 海豐國際表 應該看好一點 十五元 這一幾天 走得很強勁 真的走得 海豐國際我都未動 即是 我沽寒一點 我想去跌下才買 長期持股的成本就會低 即使市場不動 二十年不動 你也是要把握著波幅 低位去買下 賭股又如何 賭股又是好東西 你看看 我現在沒有蟹波了 全部浮了水面 有利潤 二十秋銀魚 升到54元 當然大股跌時 它又會跌 指數大股跌 它又會跌 但是這些股票又不怕買 真的 接下來很多假期 七一放了 等下等下等下 又中秋 中秋在中國也有幾天假期 中秋節 真的 又有另一套數字 這些股其實最終 是一個 怎樣的好消息 就是宣布派息 派息 我相信銀魚會帶頭派息 派一點點都叫派 賭股 看回同業 如果它跌 回 好像十天之前 回了下去 你相信自己的判斷 你不要說相信我 你相信自己的判斷 下定決心 不怕犧牲 犧牲 犧牲的意思 就是別人罵你 買賭股 你有沒有搞錯 有些人是這樣的 他自己看不通 他是說別人 怎樣怎樣 把自己的想法 投射在別人那裏 就不行 投資是要自己決定的 真的要 不要問人 問人都沒什麼用 每個的風險要求都不同 你買賭股 低的時候就買 買現在 至少都 在50元以下 你又買貨 現在都有接近10% 幾天之間 10%的賬面浮動的盈利 就是這樣說 有些人喜歡的 喜歡買股賺價 我就不是的 我是儲股收息的 兩個東西是不同的 基本上是不同的 我都展示給你看 基本上是不同的 但是我適當的時候 是會講一些心法出來的 例如我3月22日 我跟各位說我自己 今年看公路股的心法 現在就逐漸逐漸浮現出來了 你現在買已經遲了 看定了你買已經遲了 應該在3月2月那時候 剛剛放鬆 放鬆疫情的規管 那時候 買就最好了 那時候的公路股很多盈利 我覺得會跌的 跌的時候就看些 有沒有估計跌 有沒有好估計跌 其中一隻神話 如果去發營景 今天有些人就看定些才做 今天會賣出來的 賣出來的時候 你就等人買 等他賣出來 等他估計跌下 跌下你覺得OK了 那就買些 他推出一定有失敗 因為跌這麼少收入 跌這麼少盈利 不足以造成營景 這些是 一般統計數字 你也知道 中電 你看看中電 中電的發營景跌了20元 現在都升了一半 是不是 有可能之前的升幅 有些水泡在那裡 有些泡沫在那裡 上次跌下來20元 又有些跌突 兩者宣家 掠了頭掠了尾 現在都回到60多元 這隻股 也是 沒有消息 等於好消息 快發業 即沒有消息 轉規為型的機會很大 所以這隻股是很有支持的 今天先說到這裡 先說一下 跌市 選擇一些你心儀的 而又是真的跌了 不要理人怎麼說 買些 以儲蓄儲股的階段 即儲股的方式去買股 不是拿著一塊錢 嘩 這個好東西都丟進去 不要這樣做 不要 今天先說到這裡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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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